《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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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金刚经》里面提到 过去心不可能 现在心不可能 未来心不可能 意思说 你不要想过去 那么现在呢 又会变成过去 未来心不可能 未来的你还不知道 所以佛陀教你不要去想 那禅宗呢 他就挤出一点 这一点是叫什么 大家都知道吗 四个字 禅宗教我们 怎么样的 因为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禅宗教我们四个字 佛在当下 佛在当下就对了 当下你守住你自己 当下自心一处 当下有善的念头 处心一处 当下好好的 其最大空气 这是最重要的 其他其实都不重要 我明心见信之后 有一个重大的突破 很多人讲的 活在当下 这句话 值得商榷 因为 根本没有活在当下 为什么 若以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当下又在何处 但 我们不能苛责 活在当下 因为除了活在当下 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依附了 过去 已过去 没有了 现在在进行 也变过去 没有了 未来还未到 没有了 所以只有活在当下 但 活在当下 一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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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过去了 修行在于 放下一切火箭 法箭 这是不动的 无私 无虑 如同大海 没有脱鱼 没有脱鱼 对外界的 一切影响 一一断除 结果是 任运自然 我想 任运自然 比 活在当下 更高明 对 五大 五臣 不执 不曲 化为金 化为气 化为光明 星光智露 见证了 本觉智光 我个人选择 要达到这种 光明的境界 必须要 无知 无觉 不争不减 没有自信 意识忘却 任运自然 语言 文字 意想 思维 入识 初识 万物 经典 诸法 八峰 口诀 全部忘却了 什么也没有了 这当然不是活在当下 而是 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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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是 测切 立断的 争议 其实 这世间 很少人能修持到这么高的境界 一般人 一般人 都在愚蠢之中 愚蠢 当然是愚蠢 而聪明 也是愚蠢 因为 聪明比 愚蠢 高一些些 不满 不喜 不乐 这些全是 还众的 外相 至于真相 那更是 可怕 可不 真相 很难明白 如果去挖掘真相 不如去探讨 世俗 人间的 七情六义 探讨 七情六义 所产生的 愚蠢行为 真相 其苦 真相 急张 真相 自忘 真相 如幻 真相 在当下之中 也是 虚幻的 诗 如花一样的帽 在时光的洪流之中 也变老 原来都只是表象 探究 人间事 只有老 活在当下又如何 一切苦已乐 均是好 只有行者才知道 唯忘却 才能了 在这些人 做到 这些人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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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